与神回家 作者 尼尔·唐纳德·沃尔什 翻译 赵恒 第七章 所有的灵魂在死后都会找到平安 但并非所有的灵魂都能在死前找到 尼尔 这是一个精彩易懂的解释 关于什么是在人生经验中真正进行的 神 我们离结束还早得很呢 关于死亡的最深的神秘很快就要揭晓了 这个对话才刚刚开始接触皮毛 我们再来更深地探究一下你最后一个问题 你问最短的路是不是最佳的回家之路 答案是不一定 对你最有益的路是带你抵达完满的路 不论要花多久 到达绝对觉知的一刻 完全知晓 体验并感受到你真正是谁 是分布 分阶段的 每一段人生都可以看作是其中的一步 没有灵魂能在一生之内达到绝对觉知 彻底完满或绝对觉知是经由生命之轮的许多阶段的累积结果 每个阶段结束于该单一阶段的议程或任务完成之时 当你完成了你此生来到这个物质世界去体验的 这一生就结束了 然后你将此生所完成的加入到你在其他旅程中所完成的 直到你最终全盘归一 原文 Have it all together 达到了绝对觉知 尼尔 所以圆满有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你完成了全部历程中的一步 第二层次是你完成了整个历程本身 神 是的 当你充分知晓 充分体验 充分感受到了你真正是谁 全部历程就结束了 尼尔 这真是个宏伟的解释 我懂了 灵魂来到物质世界是去完成 去体验特定的事物 有些灵魂可能要花更久才能完成 完成之时应当是我们欢心之时 因为他们的工作结束了 神 你真的懂了 真棒 正是如此 尼尔 更短不一定更好 完满才是目的 而不是快 神 正确 尼尔 妙宅 现在我能对自己宽大一些了 因为我想我还没有完成 我已经六十多岁了 我来此要完成的东西 神 是神吗 尼尔 我不确定 神 那会使得完成很困难 尼尔 我知道 这正是我的问题所在 神 也许我们应该聊聊这个 尼尔 我肯定那会让我获益不浅 不过目前我还不想转移话题 你之前说虽然不一定更好 但有些回家之路跟其他的比起来不那么艰难 我很好奇 神 坎坷较少的路更好走 尼尔 赞成 那我怎样才能找到这样的路 神 你不是找 而是创造 尼尔 怎么创造 神 你现在就在创造 承认你在路上就已经是进步了 许多人过着自己的一生 却对自己在路上毫无概念 他们不学习 不祈祷 不冥想 对自己的内在生命毫不关心 也不认真探索更大的实相 你已经在做这些了 即有你在这里所做的探索 你的这个对话 你正在创造一条少一些坎坷的路 无论你走的是蜿蜒之路 还是顺直之路 穿越森林 还是绕着森林 当你理解了有关生命和死亡的真相 你就清除了障碍 创造了一条不那么艰难的通往完满之路 当你充分认识了死亡 你就能充分地去过你的人生 你能充分地体验你自己 这正是你来此要去做的 然后你便能带着优雅和感激离世 清醒地知晓你是完满的 这条路远不那么艰难 也创造了一个安宁的死亡 尼尔 有些话听起来像是对我的审判 像是一个命令 要是你没死好 你就没做对之类的东西 神 你刚才做的审判 我永远也不会去做 你无法死错 也无法不抵达你的目的地 制服的在你本体之核心 与神再次合一 你无法不回归神 我们在讨论 如何让你的人生和死亡 不那么艰难 更加的平安 这个表述是一个观察 而不是审判 如果你能带着你的身体的经验 轻松地达到圆满 也就是在优雅和感激中死去 你便是在死前找到了平安 而不是在死后 所有的灵魂在死后都会找到平安 但并非所有的灵魂都能在死前找到 死亡时 你不可能不圆满 但没有清醒地觉察到这一点 确实有可能的 平安即使清醒地意识到 你是圆满的 再也无需做什么了 你已经完成了 结束了 可以回家了 如果你在恐惧和战力中走向死亡 带着不安和战力 不愿放手 不想结束 或是害怕此刻在你的生命中发生的事 或是即将到来的事 你同样会抵达你的目的地 你无法不抵达 尼尔 但那会是更艰难 是吗 神 是的 在此我们要再搞清一件事 你永远都与神为一 你现在即与神为一 事实上 你就是神 你是神 你与神为一 你 作为神的个体化缩影 表达着神自己 因而 在最真实的意义上 你不是在回家的旅途中 你已经在那了 你永远归于神 你已在你要去之地 这里有个惊人的秘密 知道了这一点 会让你立刻惊艳到这一点 尼尔 感觉我们是在这兜圈子 我是说 在这个对话里 我像是在梦游 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神 不光是在这个对话里 在你的人生里也是 当你活在恐惧和战力中 或当你死去的时候 带着不安和战力 不愿放手 不想结束 或是害怕此刻 在你的生命中发生的事 或是即将到来的事 你是在表明 你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 此处的问题在于 你表明什么 你就经验什么 因而 你不会经验到 你与神合一 你不会经验到 你回归于神 即使你已回归 尼尔 不管你信不信 我正试着理解 你前进得相当快 而且这些很复杂 我也预料到了 但我正试着理解 神 很好 跟上我 继续跟上 你已经知晓 所有这一切了 我只是在提醒你 你不是在一个 通往神的旅途中 你是在一个 不断体验到 越来越多的 神性的永恒历程中 沿着生命 你体验到 越来越多 你本体之核心 越来越多 你是谁的精髓 你永恒地融入这精髓 并从中脱离 这是生命历程的一部分 它的重新表达 这个能量融合 Energy Merging的过程 适用于所有生命 它可以写成这样 Emerging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事件 有时候被称作 灵性紧急事件 Emergency 这就是死亡时 发生的事情 死亡是个紧急事件 因为它根本不是死 它是融入与脱离 尼尼尔 你的意思是 我不仅会充分与神合一 还会与之分离 神 没错 尼尔 你说的是转世吗 神 以某种说法来说 是的 尼尔 又来了 神 你要知道 这里所说的每一个句子 和每一个词 都无法再精简了 如果你耐心点的话 这里没有什么 是超出你的理解范围外的 尼尔 我只想知道 关于死亡的真相 我想知道 老天爷的真相 原文 The God's Truth 神的真理 神 你还是认为 神跟你是分离的 对吗 尼尔 不是 我知道神和我 你和我是一体 真的吗 真的 我知道你和我之间 没有分离 我知道我是神的 一个个体化部分 神 那你为什么要那么说 你为什么说 你想要知道 神的真理 你应该知道 神的真理 就在你的里面 尼尔 神的真理 是一个比喻的说法 神 哈 那你到底想要知道什么 你想干嘛 尼尔 我想用这个对话 这个祈祷 作为一种手段 引导我回到 我内在深处的答案 真理 神 很好 这可以领你回到路上 但你必须自己开路 正如我一再重复的 我可以告诉你回家的路 但路得由你来走 我说过 在最真实的意义上 你并不在一个旅程中 你已经在你要去的地方了 但因为你不知道这一点 你经验到自己在旅程中 所以 你一定要走这趟旅程 你一定要走上这条路 但最终你会发现 这旅程并不必要 这条路的起点和终点 就在你所在的地方 第八章 你们怕死 也害怕活 真是了不起的生存方式 尼尔 关于这个主题 有那么多的说法 我怎么能肯定 你的这些话 能引导我至 关于生命和死亡的真理 真相 神 要被引导至 你的真理 你并不需要 同意这些话 尼尔 我不需要 神 不需要 即便你完全不同意 这里所说的 你也会被引导至 你的真理 你会找到回家的路 因为 如果你不同意 这里所说的 你就会知道 自己同意的是什么了 你会走另一条路 另一条 再另一条 直到你脱离困惑 并回家 尼尔 我猜 这就是宇宙的运作方式 神 正是如此 你的整个人生 都在引导你回家 回归我 因此 祝福每件事 每个人 每个时刻吧 因为一切都是神圣的 即使你不同意该事件 即使你不喜欢那个人 即使你不享受那个时刻 一切都是神圣的 因为生命通过生命本身的历程 使生命知晓生命 原文 for life informs life about life through the precise of the life a self 没有什么 比知晓 经验生命 想要告诉我们 关于我们自身的东西 更神圣的了 所以 即便你不同意 这份对话 仍将引领你 至你的真相 你的回家之路 如果你同意着对话 你亦将被领到路上 无论是哪一种 这份对话 都将带你到达 你寻求去的地方 尼尔 所有的路都能回家 神 所有的路 尼尔 每条路都有 标在树上的记号 帮助引导我 神 非常正确 现在你理解了 你在树上看到的标记 都是你自己留下的 看看周围 没有一件事 不是你放在这的 而有的时候 你没认出 你自己的标记 如果你从别的角度 看它们 它们会显得很陌生 它们看起来 会像别人放在那的 当然 我们在讨论的是 你人生中的标记 尤其是那些 你称为伤痛的 要小心 别把它们当作 是别人放在那的 那会让你把自己 看成受害者 把别人看成恶棍 然而在生命中 如我告诉过你的 没有受害者 也没有恶棍 要永远记得 尼尔 我非常喜欢我的好友 伊丽莎白库伯勒 罗斯过去常说的 若你总是保护峡谷 不受暴风之席 你就永远见不到 雕刻之美 神 是的 这就是之前 我说人生的一切 都美好的意思 正如死亡也是美好的 这都是视角的问题 视角决定感知 尼尔 嗯 神 不不不 不要光说嗯 仔细解释一下 刚才说的这句话 更深地体会它 这是我在这里做的 最重要的声明之一 我说的是 视角决定感知 尼尔 我们怎么看决定了 我们怎么领会 神 精辟 谢谢 所以 如果你把自己 看作一个受害者 你便会体会到 自己是受害者 如果你把自己 看作一个恶徒 你便会体会到 自己是恶徒 如果你把自己 看作共同创造历程中的 一个合作创造者 你便会体会到 自己是 如果你把生命中的 每个事件 包括死亡 看作礼物 你便会体会到 它为永远服务你 给你喜悦的珍宝 如果你把包括死亡在内的 每个事件 看作悲剧 你便会永远为之悲痛 只领受到 无尽的哀伤 这把我们带到了 第五个意气 死亡从来不是个悲剧 它是个礼物 沉思一下 沉思一下 你称作死亡的这个事件 因为如果你领会到了 这是死亡的真相 你很快就会领会到 这是生命中 每个事件的真相 尼尔 若我把每个死亡 看作礼物 而非悲剧 我便会把我人生中的 每件事 小的死亡 也看作礼物 所有别人 对我所做的坏事 及我对别人所做的 那么 就不会再有悲伤了 神 你不会 任何人也不会 当你善妒你的死亡 你便让他人 善妒你的死亡 小的死亡和大的死亡 尼尔 哇哦 真妙 真有点难度 但人并不总是 能善妒死亡 我指的是 大的死亡 我的意思是 我们有时候就是怕死 神 你们当然怕死了 而且当你们也害怕 小的死亡 失败或损失 你们也害怕生活 所以你们怕死 也害怕活 真是了不起的生存方式 尼尔 请帮帮我们 神 你以为我现在在干嘛 我正在这里帮助你们 摆脱对大的死亡的恐惧 因为当你们不再害怕死亡 你们便不会害怕任何事了 你便能真正的活着 尼尔 那为什么我们都这么怕死般的害怕死亡 神 因为你们被告知如此 因为你们被教育如此 若你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看待死亡 你便能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经历死亡 这不仅会对你 也对你所爱的人来说 是个巨大的礼物 尼尔 我有个澳大利亚的朋友 叫安德鲁帕克尔 他的好妻子 人们叫他果仁 就是这样 果仁在除夕夜死于癌症 就在2005年到来之后 安德鲁和我分享了一封 他发给他和他妻子的朋友们的电子邮件 完美地阐释了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事物 安德鲁在电子邮件里写道 果然是我曾拥有的最棒的礼物 在我自以为我的生活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却发现不是的时候 他进入了我的生活 在我们深入交流的那天晚上 月光下当他微笑着坐在我的身边时 我就知道我肯定会和他结婚生子 他真是上天的恩赐 一个在他胸部的肿瘤 开启了我们的旅程 他展现勇气和坚强的旅程 他无时不在的微笑和风趣的智慧 给了我鼓舞 他那无条件的爱 则对我的影响最大 他的爱如一棵巨像树般坚韧 海洋般深蓝 如潮水和海洋深处的洋流般有力 他对我的承诺和看待我的方式从未改变 他把目光从钻石的粗糙边缘 从我的昨日残留的纽卡斯尔的懒散腔调 咒骂和粗野的行为看了过去 他只看到我的最好一面 并温和地激励我 他接受的治疗很残忍 正如我们的原始疗法 外科手术、化疗、放疗、激素、过早的绝经 从未改变他爱的女性精髓 治疗的疼痛从未引来身影或不满 伴随着我们的孩子降生 他洋溢着母爱、女性情怀和深远的爱 所有人都能被他的美所感动 他的内在美和外在美 在孩子诞生七个月后 当我们发现癌细胞已经亲至他的骨髓时 他向我们道歉 当时他想到的不是自己 而是我和我们的三个孩子 他站了起来 不顾自己 开启了爱的阀门 切除第二个乳房 令他感到了一些受伤 这关系到他对女性气质的自我感受 而这被取走了 但对我来说 他没有比他手术以后更像女人了 当我们第二天把孩子们带来看他时 他一个接一个抱起他的孩子 贴在他受伤的乳房上 毫不退缩 他的坚强仍留存在我的意识里 他的无私和勇气是我现在的安慰 我现在的所在之处充满了他的回忆 我的生活仍然有如此长的路要走 他活过了接下来的大约三年 哦 他活着 当我的事业和生涯一塌糊涂 我试图努力找到自我 找到我的道路和方向 他安静地为我保有成长的空间 用爱 接纳和坚定地引导滋养我的灵魂 他从未让我逃避任何事 上帝啊 我多么尊敬他这一点啊 他的最后六个星期对我来说就像永恒那么长 我现在是多么渴望能再与他相聚一刻 要是我能再次拥有那些时光 我会无比感激他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会无比珍惜每一分每一秒 果人的最后十日是他给我的最大礼物 逐渐地 他从我的生活里退出 不再有美妙的晚餐 现在轮到我下厨和做家务了 如果你把那些衣服留在那儿 谁会来收拾它们呢 他悦耳的声音回响在我的脑海里 我开始整理床铺 洗涤衣物 果人是多么乐于完成这些工作呀 他指导着我 如我安慰他一样安慰我 我从未感到如此的亲近他 能有机会为他服务是我的幸福 后来他要回家了 回佩斯去见他的朋友和家人 在五个小时的飞行中 我看了他一眼 很明显他忍受着痛苦 只有我知道这趟旅程的艰难 他尽力表现得和平常一样 保持着最大的端庄和对他人的关心 果人坚持让我们按原计划 带他去罗特内斯特岛 去蔚蓝的印度洋游泳 去欣赏生命的美丽和优雅 欣赏简单的事物 他的最后日子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旅程 名副其实的沙漠中的四十个日夜 他选择了他离世的时间和方式 当他知道一切安好 他给了我一个最棒的礼物 在他去世的时候握着他的手 陪着他 时间是上午十二点五十 除夕夜那天 他说过他想坚持到新年终生敲响 他做到了 所有的恐惧 正确选择 做得不够 说错话的恐惧 都随着他灵魂一起离去了 轻轻地 正如他的人生一样 他走了 留下了我 而我对自己是谁 和为什么在此毫无疑问 心如明昔 他留给我的最大礼物 就是带走了我的恐惧 我的生活从此变了 没错 但他从未远离 我们的孩子很难接受他的离去 果人的爱是不容易取代的 我们仍然继续成长 他生命的礼物 如一朵莲花般慢慢绽开 一半又一半 像我们逐渐成型的生活一样 被这个女性的爱所滋润 这些话是为传达 我对我的爱人的敬意 对我孩子的母亲 对你 对所有人 因为他使我们变得更好 我一点也不遗憾 我谁也不责备 我们都在生活中面临着选择 我们如何行动或反应 定义了我们是谁 果人和我选择了我们的爱 并以之而行 他带给了我我的人生 我选择从感激的角度来看待他 而不是损失和痛苦 哦 是的 我现在就怀着这些感受 它们绝对合适 当你克服了恐惧 你便与爱取得了连结 与我们自己的神性和一体相连结 爱可以疗愈 它可以疗愈我们的灵魂 疗愈我们的关系 甚至疗愈我们的星球 我的妻子给了我这份爱 我选择与你分享它 新年那天我和家人吃了晚餐 然后我去他朋友那儿喝了几杯 晚上11点40我离开了 不行几英里回家 果然和我在一起 我感觉到了创造和可能性的能量 人们在院子里庆祝 放着焰火 果然天使般的声音 在我的脑海里说 你是对的 正如你所知道的 它的意思是指 他和神在一起 在集体意识里 并再次坐在创造之座上 我哭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